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的新闻有些令人担忧 首先是在广州发生了一起持刀袭击事件 星期二天河区一所小学门口 一名60岁的男子竟然持刀刺伤了三名路人 其中包括两名小学生 据报道有一名五年级的女童伤势较重 让许多家长感到恐慌 因为当时正值午休后返校的时间 校门口聚集了不少学生 当地警方迅速介入 嫌犯已被抓获 并表示目前伤者的情况稳定 根据目击者的描述 事件发生时 许多孩子都目睹了这一恐怖的场面 造成了不小的心理阴影 网民们对此事件感到愤怒 纷纷表达对社会安全的担忧 并质疑这类事件的频繁发生 是否与当前的经济状况有关 接下来的新闻 则聚焦于台湾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台湾总统赖清德的《祖国论》 引发了中国的强烈反应 并指责其加剧了两岸的紧张 台湾方面则呼吁中共尊重 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强调只有这样 才能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随着赖清德即将发表国庆演说 外界普遍关注 中国是否会随之宣布军事演习 进一步施压台湾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一名男子在广州小学门口持刀刺伤三人 包括两名小学生 美国之音中文网 星期二 10月8日是中国十一长假结束后 首个上班日 一名60岁男子 在广州天河区一所小学门口 持刀伤害路人 导致三人受伤 据称两名伤者为小学生 其中一名五年级女生 伤势较严重 该事件已造成家长群体恐慌 当地警方通报称 星期二下午约二时许 天河区华强路 发生一宗持刀伤害路人案件 指三名群众受伤 其中一名伤者 正在医院接受救治 暂无生命危险 而另外两人被划伤 已经出院 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说 60岁嫌犯赵某已被迅速抓获 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中国媒体财新网报道称 附近工地工人和酒店保安等人士 制服了嫌犯 协助当地公安机关将其当场抓获 据报道 事发地为广州珠江新城天河区第一小学 华岁校区校门外几十米处 多名家长只称 当时正值学生午休后返校上课 校门口聚集许多学生 其中被捅伤的五年级女童 伤势严重 另一名三年级男童被划伤 还有一名照看小孩的阿姨受伤 香港媒体明报援引家长透露 该名女童被 差点刺到心脏 仍留在医院治疗 另一名男童仅是皮外伤 该家长称 当时不少学生因目睹行凶过程 而受到惊吓 事件亦造成家长群体恐慌 认为中国 社会利器太重 应远离公检法场所 事发的华强路上一侧 是广东省检察院 另一侧是天河区第一小学华岁校区 有街坊及网友称 该凶贤疑似 到广东省检察院申诉 单位获得受理 因而报复社会 大纪元时报报道 知情人士提供的疑似嫌犯 手写的信息显示 赵某卷入一桩案件 并指控法院不出示证据就休停 上级不处理 他没钱请律师 孩子们 你们是无辜的 是高院 要我自己处理的 这不 我为孩子们带笑吧 他写道 另据网络流传微信对话截图显示 刚刚我女儿上学 被伤的小男孩和他阿姨 就在我女儿前面一点点 小男孩的肚子上被捅了一刀 流了很多血 阿姨也受伤了 很长一把刀 我女儿吓哭了 到学校门口 据说还有一个孩子被伤了 网传图片显示 天河第一小学门口 有工人清理地上血字 另一张图片可见 一名男子被捆绑握倒路面 旁边有六名警员 停放一辆月广州车牌警车 该事件在微博引起热议 许多网民对孩童被袭击感到气愤 又是小学 这人是疯了吗 国内这种无差别恐怖袭击 每次都是针对小孩袭击 也有很多网民点评 与经济问题和对社会绝望有关 经济不好 这类事情越来越多的 估计是报复社会 搞这个的都是不准备继续活着 越来越多同类事件 还是偶然吗 中国近来发生了多起 持刀袭击的暴力伤人事件 中国十一前夕 上海松江区沃尔玛商城 发生持刀无差别砍人事件 造成三死十五伤 九月早些时候 一名深圳日本人学校的儿童 在上学途中遭刺杀身亡 六月吉林市和苏州市 分别也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 中国警方表示 这几宗事件的嫌犯 有因经济纠纷而犯案者 也有本身是失业或无业者 台湾国庆演说 前夕回应祖国论 中国指责赖清德 加剧紧张局势 美国之音中文网 台湾总统赖清德的 祖国论引起热议 在他将发表国庆演说 前夕中国回应该说法 并批评赖清德 兜售新两国论 以险恶用心加剧紧张局势 台湾政府回应 呼吁中共当局尊重中华民国 存在的客观事实 两岸才有建设性对话的可能 赖清德今年年初胜选 五月就任总统 中国一直对他不满 称他为 顽固的分裂分子 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星期二 10月8日 晚间回应了赖清德 上周末的祖国论 赖清德表示 就年纪来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 绝对不可能成为 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 国台办在三天后的回应声明中 批评赖清德 偷换概念 混淆是非 赖清德继续兜售其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的新两国论 国台办指出 赖清德新评装旧旧的台独谬论 再次暴露其名玩不化的台独立场 和升高敌意对抗的险恶用心 国台办声明说 国台办声明并重申了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 强调 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 赖清德将在星期四 10月10日 发表国庆主旨演讲 10月10日是纪念1911年 中国辛亥革命开端的日子 这场革命推翻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 建立共和制的中华民国 1949年 中华民国前总统蒋介石领导的 国民政府军队 在与共产党军队的内战中败北 逃到台湾 中华民国至今仍是台湾的正式国号 台湾主管两岸事务的陆委会表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以来 从未治理过台湾 这是客观事实 国台办的说法 让台湾民众看清 中共自视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根本不让中华民国有生存空间 陆委会称 陆委会呼吁中国政府 唯有尊重中华民国存在的客观事实 并以此一客观事实为出发点 两岸才有进行良性互动 与建设性对话的可能 中国军事演习 台湾官员日前表示 中国可能会在赖清德国庆演讲后 宣布军事演习 作为施压台湾 接受其主权主张的借口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此表示 他们无法推测中国会做什么 或不做什么 然而 值得强调的是 利用例行的年度庆祝活动 或公开讲话 作为挑衅或胁迫措施的借口 会破坏和平与稳定 这名发言人说 中国国防部星期三 10月9日 重申了对美国对台武器援助的反对 拜登政府上周批准向台湾提供价值5.6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武装台湾就是助长台独 台独就意味着战争 中国国防部重复了先前使用过的措辞 中国人民解放军几乎每天在台湾周边海空域活动 最近一次是在周日 10月6日 台湾军方称 有20架次个型军机出海活动 其中16架次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 并结合军舰执行 联合战备警巡 近几周中国还进行了一系列其他演习 包括与俄罗斯在西太平洋的演习 并在上月向太平洋是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 10月8日表示 中国一直借由各种理由在台海进行演训 试图将台海问题内海化 台湾问题内政化 我们国军将会以联合情间真的手段 持续密切掌握及应对处置 顾立雄补充 北京声称 对民主自治的台湾拥有主权 近年持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和政治压力 赖清德及台湾政府 拒绝中国的主权主张 强调台湾的未来 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 赖清德5月就职后不久 中国就在台湾周边 举行了惩罚性演习 引起多国关切 本文参考了路透社的报道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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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